缠后怎么维持身材 我想跟你们说 我其实没有觉得 我要维持身材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的是健康 要的是有魅力 不是只是瘦而已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会讲说 哇你生儿子太棒了 你这样就没有压力了什么的 我其实听到这个 我替大家感到伤心 我是真心的男生女生都好 没理解 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 心理层面的需要 辛苦你了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缠后怎么维持身材 我想跟你们说 我其实没有觉得 我要维持身材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生小孩 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也是妈妈的话 千万不要用这种事情 绑架自己好不好 真的不要 因为你要的是健康 要的是有魅力 不是只是瘦而已 我觉得健康是更重要的事 但是我怀孕的时候 我是有把自己控制好 我没有到什么 什么只胖6公斤8公斤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正常的 在正常的范围内 也有蛮多衣服穿不下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会讲说 哇你生儿子太棒了 你这样就没有压力了什么的 我其实听到这个 我觉得蛮替大家感到伤心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压力 我是真心的 男生女生都好 那我也很感谢我的 长辈们 男生女生都OK 所以我其实没有这个压力 那我觉得 我可以理解 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 心理层面的需要 辛苦你了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献哥没有很连孙子 他很忙他的日安完美 还有水纯纯 对对 他比较没有 对对对 宝宝就 宝宝就是我们自己照顾的